大家晚安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還蠻特殊的 早上的時候有一波濕又冷又乾燥 很髒的空氣影響到北部 不是說下雨空氣品質會比較好 怎麼還會那麼髒 最主要有一波境外的污染物 今天下午的時候來 剛好我們蠻特殊的 低層是屬於北邊來的 中低層是從西邊來的 這個從廣東福建過來的 兩個在台灣交會 所以這兩個系統 這邊北邊張空氣來的時候遇到水氣 距離很短沒有被雨除掉 所以北部來說的話空氣品質很糟 預期一直要到這個禮拜四的半夜 今天的半夜到禮拜五的清晨 才會慢慢的緩和 所以請大家今天晚上 如果知道這個訊息的話 外出帶雨傘還要戴口罩 還蠻違和 跟以前不一樣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是境外來的空氣污染 中南部是有一點本地的影響 各位可以看 其實台灣這邊還是受到 南邊的水氣冬移的結果 低層是屬於偏北風 今天入夜越來越冷 所以台北市今天有機會 晚上給到12到13度 到明天的清晨 請大家留意一下 這波水氣會持續一陣子 兩個系統 一個是這邊 東移一個是東北移 南下來的風 所以兩個合在一起 禮拜五呢 整個東北風會明顯減弱 所以溫度會慢慢的回升 改為吹東南風 但是各位有沒有看到 其實這個風面 一直都在這個地方 而且禮拜天 還可能還有一波 還會增強 所以禮拜天的雨勢 六日的雨勢 可能會蠻明顯 禮拜六晚上到禮拜天晚上 然後接下來呢 下禮拜一二 會慢慢的轉乾 轉乾 然後接下來呢 有一波東北風 可能會稍微 溫度會稍微降一點點 但是比較偏乾冷 所以請大家留意最近的變化 所以下禮拜來看的話 大致上有機會會變乾 很多已經受不了這幾天 連續每天的這個下雨 大概要等到下禮拜 就會明顯的一個緩和 我們看一下溫度 其實今天晚上入夜溫度 要注意一下 12度 各位有沒有看到12度 那白天的時候呢 到了禮拜五 白天會慢慢的回溫一點點 禮拜六日 各位有沒有看到 就舒服多了 16到21度 14到18度 這幾天有一波小降溫 但是沒有像這幾天降那麼多 13到14度左右的這個低溫 要留意一下這是北部的溫度 中南部的溫度呢 就沒有像北部溫度降幅那麼的大 但是還是要留意 這個有一點明顯的一個降溫 這個稍微降溫一點點 但是沒有像北部那麼明顯 還是要留意有雨勢喔 各位有沒有看到 禮拜五還是有雨勢 大概是中部與北會非常明顯 那當然今天也已經有下雪了 不過是屬於高山的山區 然後在禮拜六禮拜天 要留意還有一波的雨勢 可能會稍微大一點點 這種雨呢 會持續到禮拜一 禮拜二之後會慢慢的緩和 其實這個時候呢 希望雨能夠多一點 久一點 這個是很難得的春雨 所以雖然不方便 但是也請大家好好的珍惜 這幾天呢 其實空氣品質要稍微留意一下 各地都是有雨啦 還是蠻奇怪的 為什麼北部空氣品質位那麼的糟 明天呢應該北部就會轉好了 中南部因為有下雨的關係 所以空氣品質也稍微好一點點 但是溫度上來說的話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都要留意相對的一個低溫 我們給大家建議喔 濕冷髒 以前都是乾冷髒 這是濕冷髒的空氣移入 最主要濕是從 濕是從這個西邊來的 冷髒是從北邊來的 那北部入夜呢 越晚越冷 下看12度 請大家注意身體健康 留意保暖 雨室呢到週末 而且可能還會再增強 請大家留意一下 請大家